伏的故事 为了给外婆拜年 我可是一大早就起来了 你呀 是见机那些好吃的吧 芳芳 看 外婆家到了 外婆家真漂亮 月门上贴的这个福字 怎么这么眼熟啊 这歪歪扭扭的字迹 那是我随便写的 没想到我给贴出来了 是豆芽来了吗 快进屋吧 外婆 豆芽给您拜年了 外婆 祝您五福临门 万事如意 好好 外婆呀 给你们俩 都准备了大红包 外婆 窗户上的福字贴错了吧 院门上是正着的 这里怎么是倒着的呢 贴福可有不少讲究呢 在传统习俗里呀 大门上的福 一定要正着贴 一定要正着贴 如果倒着贴的话 那就是福到门口 没有进家门 而大门里面的福 则要倒着贴 意味着福真的到家了 既然一年里所有的美好祝愿都是从一个福字开始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收集福这个字吧 神奇的汉字 福 祝福的福 上古时候 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 通过加工穀物来获得美酒 更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但为了得到神灵的保佑 人们又不得不献上美酒 只有这样才能显得非常虔诚 才有可能心想事成 所以甲骨文的福字 左边的式表示祭台 右边是一双手碰着一个酒尊 整体形象地描绘了古人见现美酒 祈求神灵保佑的场景 经文进一步线条画 小串将右边的酒坛形状符号化 并以符作为生跑 变成行生字 凯书笔画更平直 就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福字了 福福 福字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我连家家户户都要贴在门上呢 这就要讲一个传说故事了 江子牙封神的时候 他的妻子也想封神 江子牙很不高兴 怎么可以先封自己人呢 便生气地把他妻子封为穷神 并告诉他 你不能到门口贴了福字的人家去 这一天正好是除夕 老百姓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 都在自家的门上贴上了一个福字 表示驱赶穷神 哈哈 难怪大家都要贴福了 福的本意是上天赐福 是福气 最圆满的福气就是五福临门 它们分别指长寿 富贵 健康 美德 美德 和善终 这五福基本涵盖了古人所向往的幸福生活 与福相对的是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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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依 小朋友们 如果你丢失了一件心爱的东西 你会怎么判断是福还是货呢 赛翁 赛翁失马 胭之货福 一 二 三 四 哎呀 还真是少了一匹 赛翁 丢失的可是匹上等的好马 太可惜了 是有点可惜 不过没关系 丢了马固然是坏事 但谁知道 它会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呢 这 恭喜啊 不仅您的马回来了 它还带了一匹无人的骏马回来 您可真是有福气呀 我倒是有点担心 无缘无故多了一匹马 谁知道 这会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灾祸呢 快 再快点 驾 驾 驾 呀 可怜的孩子 胡人的马也性十足 那能刚训他两天就骑呀 赛翁 赛翁啊 你别太难过了 好在只是摔断了腿 但保全了性命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战士吃紧 是壮丁都要残军 大人 小儿的腿已经残疾 实在无法行军打仗了 就是啊 就是啊 官爷 小人可以作证 赛大郎如今就连走路也是不便啊 哼 这次就便宜你了 赛翁啊 您的儿子 应急不用去残军 你们一家人 还能幸福平安地生活在一起 如今 我的儿子被争走 不知道 还有没有这个福气 活着回来啊 货福相依 世事无常啊 不管是福是货 我们都尽量保持乐观的心态吧 赛翁失马 胭脂货福 这个成语告诉我们 任何事情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 无论是福是货 我们都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积极应对 豆芽 今天的福字学会了吗 我们马上要进行考核了 没问题 小豆芽大力量 包在我身上 福的本意是什么 福的本意就是福气 最大的福气 就像赛翁的邻居说的一样 一家人能幸福平安地生活在一起 在赛翁失马 研制货福的故事里 赛翁为什么总能保持乐观的心态 这是因为赛翁明白了货福相依的道理 既然货能变成福 福能变成货 我们只有从容淡定的对待 才能让事情往最好的方向发展 太好了 福字收集成功了 未经许 reboot 全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场